上回书,说到镇东侠侯廷侯镇远,大徒弟二徒弟,软和软臂,压着飙车到北京,没想到碰进街道的呢,截飙车的,这截飙车的挺横,拿一大铁棍,可一瞪眼扑通一下,啪在这儿了,软臂皮的急,把他捆上。 就在这时会儿,蹭蹭蹭,游打着芦苇当中燕子三超水出了一人,朋友,等等。 软和软臂跟众位标识怎么一看呢? 这个人可真有个样,是个恋家子。 中等的身材,圆背封腰,双肩暴拢,看面貌六十上下,高碗的笑面,身上围着亮银,恋子绝。 手里头钻着一条大马帽,软臂一根刀,这位老兄,怎么称呼? 哈哈哈哈,这个老头用手一脱,胡须是哈哈大笑,赛侠姓丁,叫丁锐龙,江湖人称古上飞仙。 这个人姓兵叫丁锐龙,这丁锐龙是干嘛的?丁锐龙过去是个买卖人,现在是本地西朱训的五品花领守备。 这西朱训守备衙门在哪啊?西朱训口,就现在的西朱训口里头,也是个清真大把。 他呢,原来领的是牛街清真寺北边,路东的一个羊肉馆,叫北恩利。 东家姓什么?姓沙。 因为这东家排行在七,所以呢,都叫他杀七把。 这丁锐龙呢,领的是杀七把的东,就在外西华门七城庙这儿开了羊肉铺,次后呢,叫恩顺,还卖这馅活。 这丁锐龙挺能干的,贵城用着十几个伙计,小买卖做的挺瓷暴,年年都有盈余。 因为北京城这地方做买卖,在旧社会是讲究社长的。 认得他,支根支底的到年底要钱。 等到三十晚上,天一黑,这伙计们拿着个折子,在北京呢,叫六次。 上边写着住址人名短多少肉钱,你打着灯笼去要去吧,一尖一尖的要,到了天焦五谷了,街神的鞭炮这么一响,劈了啪啦,这钱就不能要了。 所以一到大年三十,穷人家还不起账的,就躲到澡堂子里。 等到街神炮一响,劈了啪啦,从澡堂子再出来,碰进那要账的,一抱钱,恭喜恭喜,恭喜发财发财,这账您还就别要了。 第二年再说了,所以恩顺的也不列外,丁锐龙呢,也得去要账。 一家挨着一家,要了几十两银子,那是大货啊,可是小货也得要啊,小货又多。 哎,丁锐龙这人心眼好,不但账没要回来啊,一看人家太为难,得了,借给人家三两二两的。 等到街神的炮烛一响啊,丁锐龙一看呢,嘿,根本对不上账。 如果跟东家说,我借给人家了,东家不信。 他准得说我耍钱输了,要不然在外头胡作非为了。 丁锐龙可就为了难了。 不由得迈不望前走,信不走到宣武门外,护城河都冻了兵了。 这丁锐龙站着发愣,他越想越不是滋味儿,你说我回去怎么交账? 说不上来啊,掌柜那说我耍钱,得了我死吧。 当时一想死,找了块大石头,往这河里扔啪啪一下,把挺后的兵愣给遭一大窟窿。 丁锐龙刚要寻死,就在这时候,西北护城河的边上。 尤打这甘树林子里哗愣愣愣,铁球响,有人喊了。 哎,那不是恩顺家的丁锐龙丁爷吗? 打您出衣的干什么呢? 丁锐龙一瞧啊,尤打树林子里走出一大个儿,嘿,白胡子老头吃红脸。 右手拖着四个大铁球,这铁球晃起来,在手指头肚上走,哗愣哗愣。 丁锐龙仔细一看呢,认识,北京赫赫有名的铁掌赛昆伦,方飞方四把。 方四把住在哪儿啊? 西单排了的皮裤糊涂。 北京城没有不知道方四把的,那才北京是露过大脸的。 露什么大脸呢? 这方四把单臂拽盐车。 有一回,方四把走到前门大街上,正赶上刚下完大雨,这道这叫不好走啊。 有一辆大盐包车,呜在这儿了。 两套牲口怎么拉也拉不上去。 哎呦,看热闹的,人山人海。 方四爷一看,方四爷一高兴,蹭着一下下去了。 这车板一敲,爷老爷子,您这怎么了? 你啊,把这俩牲口卸了。 我呢,在西单排楼皮裤糊涂住,姓方我叫方飞,我给你拉这车,啊,你这车就上去了。 这我看热闹一听,两套牲口都拉不上去,这老爷子要拉。 啊,好啊,怎么瞧啊,老爷子,您使劲儿大呀。 大家伙儿一叫好,这方四把气儿往上一撞,这伙计呢,就把这两套车给卸了。 方四把一伸右手攥住了车缘里的皮套。 尤打伸眼里,望上一提起这劲儿,望上一罐灌到胳膊上头,单臂一用力残眉到处,虎目圆争,嗨! 老爷子一叫劲儿,愣把车给拉上来了,好家伙儿,方四把单臂拽银车,北京可成了名了。 所以得个外号叫铁碧塞昆仑,有本事了,有人用了,有人就保举他在天子的慎行司当了大内的班头,替皇上捉贼的。 他有两个盟帝,一个姓汤叫汤茂龙,一个姓何叫何瑞生,当时正赶上康熙皇帝私访密乡居。 哎,康熙皇帝在第二个钮帕这儿挂了一东西,这东西是什么呢? 十八子前南相串,真奇无比。 没想到,康熙皇帝私访的时候,让一个飞云凶僧把这东西给偷走了。 方四把奉圣命捉拿这飞云僧,费了挺大的周折,还真把这飞云僧捉住了。 方四把心说,这碗饭可不好吃,我这么大,所以说干脆我告老吧。 他给一告老呢,慎刑司那大班的班头就归他两个盟帝了,汤瑞龙和瑞生。 过了几年,这哥俩呢,又把这班头交给他们俩的儿子,一个叫汤英,一个叫何瑞。 汤英何瑞干了几年,又交给他们俩的儿子。 汤云何贵,这是第三代了。 咱们前边说过,拿童林童海川两位慎兴司的班头,就是汤英跟何贵。 方飞方四把这岁数了,住在皮库胡同,可以说他抱着胳膊跟忍了。 十年说不是妖臣万贯,但是几辈子都吃不了花不了的。 方四爷每天照样练功,今年初一也照练不误。 老爷子溜藻弯,其实他早见发现丁瑞龙了。 这丁瑞龙要跳河。 方四爷看出来了。 赶紧一喊,丁瑞龙看见跑过来,哎呦,老爸爸,我给您拜年了。 起来,丁瑞龙啊,该什么呀,啊,大年初一早上起就寻死,丧气不丧气。 哎呦,老爸爸,您要问哪,我就跟您说了,是这么回事,这么回事,这么回事。 老爸爸,账没收上来,短了东家的钱,人家杀七把不干呢。 得说我丁瑞龙没拿这钱干好事,您说,我跳黄河难洗清白肢体,我不死怎么办呢? 方四爷点了点头,你呀,说的挺有理,啊,别为难了。 一伸手,把这四个大铁球揣到怀里,然后一猫腰,就有打右边这靴筒里抽出钱尖来。 那个时候啊,人不拿皮包,那么钱搁哪呢? 俩地方,一个呢,是靴烟。 这靴烟的等于是皮包了,就是把钱呢,搁在靴筒里头。 再一个放钱的地方,就是跟头搁的,这跟头搁的,也可以装钱。 方四爷,有打这靴筒里,拿出一张三十两的银票,放钱一地。 三十两,够不够? 老爸爸,用不了,得嘞,过几天我给您拜年轻。 好在两个人都是清真老表,没说的呀。 丁瑞龙给方四把请完安,就回贵手去了。 到了恩顺,今天不下板,不营业,大年抽一。 丁瑞龙推门进去了,见到沙四把,给东西拜个年。 大家伙也彼此拜了年,说了几句吉祥话,拿出银子跟折子来,都挨着个儿的把账结了。 杀七把呢,就问这丁瑞龙。 长官的啊,今儿怎么晚了? 应该接审以前回来呀。 其实呢,这丁瑞龙要说句瞎话,也就过去了。 可是丁瑞龙是个非常老实诚实的人,就把自己要账,从大户要的钱要借给小户了,钱亏了,自己想砸兵寻死,碰见方四把,给这三十两银子的银瓢的事全说了。 哦,这杀七把听完了呀。 啊,行啊,好好过年吧。 那么丁瑞龙呢,就高高兴兴回家过年去了,到了正月初五的晚上回来了。 没想到刚一进门,杀死把跟丁瑞龙说了。 张贵的呀,我一个北恩利都忙不过来,所以呢,恩帅这小买买呢,我打算明天不干了。 大家伙呢,在这干了这么多日子,我多给几个钱,你也一样,跑前跑后的啊。 我跟大家伙一样给你钱,剩下呢,我再多给你四十两银子,作为花红馈赠,你呀,打破被这儿,回家吧。 明天开始以后,令毛高叫吧。 丁瑞龙纳闷啊,心说这买卖开得这么好,不是不赚钱的,这是为什么? 掌柜的,买卖挺赚钱的,您这是为什么呢? 杀七把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。 你呀,跟徒弟师傅一块出去要账。 人家全要回来了,你呢,把钱借出去,借出去也不是不可以,可你为什么要寻死啊? 幸亏遇见方四爷,要是遇不上,你扎到河里死了。 大年初一的,我可来条人命,我怎么办呢? 你说我还敢用你吗? 哦,丁瑞龙明白了。 好吧。 好理好散。 君子绝交不出恶言,我丁瑞龙的没什么能力,这几年也没给您赚什么钱,但是我还年轻。 到哪儿呢,我也能凑合着吃晚饭,我跟您告辞了。 说完之后,叫小徒弟把铺沛卷打好了,到柜房算了账,该自己的东西自己拿着,跟大家伙道了声辛苦,扛着铺沛卷回家。 回到家里,丁瑞龙心里可不痛快呀,心说杀七把呀杀七把。 这几年我给你盯着这买卷可没少给你赚钱呐,你怎么翻脸无情啊? 不用就不用吧。 有什么了不起的? 明天初六,我呀,给方四爷拜个晚年去,再说我这有钱了。 丁瑞龙拿定了主意,第二天一清早有点家里出来,就笨了皮裤糊涂。 等到了方飞方四爷门前这么一看呐,哎呦,方四把家里的地方可大了去了。 前后得有上百间的房子,几层乱子。 坐北的广梁大门,上边有门灯,下边有蓝灯,两旁边还有门槐,真够份。 丁瑞龙卖不上台间,啪啪一叫门,时间不大,里边脚步声音响,有人把门开开了,一看这岁数穿上打扮,丁瑞龙知道,这人方四把家里的总管。 这老总管问了,您找谁呀? 呃,我找方四爷,我给他请安来了,我是恩顺家的掌柜的,姓丁,我叫丁瑞龙。 哎呦,您是丁吧呀。 听我们四爷说您来了,您跟我来吧,请。 这方家总管转身行望里走,丁瑞龙跟着,走过了垂合门,一直奔大厅。 有家人挑帘龙,丁瑞龙进来了,一看这五间大厅,四间一通帘,靠东边有个画木的隔身,这隔身里边是一个礼间窝,挂着茶青色崭新的门帘。 这隔身心啊,全都是名人字画,墙上还挂着挑衅对帘,全都出自名人的手笔。 迎面的嫁接岸上,正当中摆这个杨纸玉的俘虏兽三星人,一尺多高,啥啥的放光啊。 底下是紫檀木,雕的玲珑透体的一个座,上边还有个玻璃罩。 两旁边是骨瓷的帽筒,上锤手有个君瓷瓶,下锤手是个平静,迎面八仙桌,太师椅上,椅坯椅垫,跟桌围的,全都是南销平静的。 屋子里一人来高的大铜炉子,火苗子通通通,窜挺高。 这方四爷呢,正在这八仙桌的旁边这太师椅上坐着呢,丁锐龙赶紧过来请安,老人家,晚上给您请安了,您过年好。 哎呀,起来起来,锐龙啊,今天咱们有功夫啊,坐下坐下。 丁锐龙坐下来。 老爷子啊,我可不再恩顺了。 怎么了?杀起把不用我了。 哎,你干的挺好的,挺有能耐的,为什么辞你啊? 就是因为初一早上起的事,我呢,回去就实话实说了,结果,他昨天晚上,说官话就不要我了。 我年纪轻轻的老爸爸,您说,哎,你好心好意的管我这事,得了。 我跟您念着念着,也就行了。 没想到方四爷一听火上来了。 啊,锐龙啊,这杀起把他可不对啊。 难道说你说句瞎话就对了吗?啊? 你要跟他说瞎话倒成了,说实话,他不要你了。 锐龙啊,没关系,我问问你,你想不想再开一买卖。 老人家,容易吗? 我没有这么方便的钱呢。 嘿,锐龙啊,我告诉你啊,前三天,我下了一笔银子,搁在我家里一点用都没有。 要是把银子搁到钱铺里去,也给不了多少利息,我呀,不愿意。 我正想找个人做个小买卖,养几号人也真不错。 嘿,巧了。 不过我这买卖呀,得有几个条件。 第一,必须得开个羊肉馆。 这羊肉馆啊,还得给我带卖线子活。 老爸爸,那我是行家呀,对呀。 嘿,还有一条件呢,听着啊,必须在七城庙找个门链。 老爸爸,您说这话可太巧了。 我们安顺家对面的五家门链,是个愁短状,关张了,那房子正闲着呢。 好好好,那咱们可就一言为定了。 你呀,先瞧瞧那地方。 给我来信,咱们就盘银子立刻收拾收拾,马上开张。 怎么样啊? 哎呦,那我可谢谢您了,您成全我了。 这爷儿俩呢,又在这说了一点闲话。 这老爷子呀,就带着丁锐龙到了后院,见着方四奶奶,丁锐龙给方四奶奶也拜着年,然后丁锐龙高高兴兴告辞回家。 到胡同口了,这丁锐龙新出我献上七生庙吧。 等到了七生庙呢,看这几间房子,有人看房子呀,丁锐龙啪啪一叫门。 这边恩顺的家人呢,也看见了,嘿,厂贵子房对门了。 对面这门,老头把门开开了,看房子的老人。 哎呦,啊,丁掌柜,您过年好啊。 您怎么不上您那边去,有工会儿跑我这儿传门来了? 我问问你,你们这房子怎么搁下了? 您不是不知道啊,东火不合,买卖关了,再说呀,也真不赚钱。 那我问问你,这房子外头写着此房招租,是不是? 是啊。 我们东家就想把房租出去。 你们东家在哪儿住? 在北京住啊? 好。 我知道他,虽然不跟你们东家常见面,我也认识他,你告诉我地方,我呀,打算租这房子。 哎呦,丁掌柜,太好了,他这房子租不出去,您马上去,给点钱就能租下来。 把地址问清楚了,丁锐龙,离开了这七生庙,就奔了房东的家了。 跟房东一见面,虽然不熟也认识了,彼此拜个晚年,这房东请丁锐龙坐下喝茶,就问,丁掌柜,上我们家来,你有事儿吗? 丁锐龙就把自己遭遇说了。 我跟你说,铁掌赛昆伦方四把店家拉我一把。 让我对着恩顺,开个羊肉馆,把您这房子租下来,您说说价码,我认为合适呢,我就租。 这个房东一听,这个方四把,可是北京有头有脸的人呢。 人家拿出银子替丁锐龙开张,开个羊肉馆,人家都这么仗义,我干什么呀,反正我这房也闲着。 锐龙啊,方四爷都这么仗义,我就不仗义了,行啊。 你爱给多少钱,给多少钱,您瞧,这丁锐龙走着运的。 两个人商令之后,没花几个钱,这丁锐龙呢,就把这五间门帘给租下来了。 丁锐龙拿着字句来找方四爷。 老爸爸,这房子我租了,行啊。 方四爷挺高兴。 盘出了八百两银子,交给了丁锐龙。 丁锐龙就按照方四爷的话,找木匠,找瓦匠,找油漆匠,重新油刷收拾,按照羊肉馆的门面改了一下。 跟着就上家去,商令条货,请伙计,一切都很顺利,都准备齐了。 丁锐龙就问这方四爸,您说咱们这字后叫什么呀? 方四爸说出字后来,可把丁锐龙吓坏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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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